以天屠龙纪十大高手排名 第三名 少林空剑神僧 空剑乃少林剑文智姓四大神僧之首 内宫与外宫军登峰造极 金毛世王谢迅在冰火岛回忆其往事时 曾对张翠山夫妇说 空剑的武功跟他比起来 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谢迅说这话时 脸上的神情和语气之中 都充满了静养 心佩之情 当时张翠山还有些难以置信 因为他觉得恩是张三松的武功 跟谢迅比起来 恐怕也没到天壤之别的地步 可是一转想 谢迅生性俱傲 如果那人不是真的特别强大 他绝对不会这么说 而让谢迅记忆犹新的 除了空剑匪夷所思的身法之快 不法之清外 七强悍的金刚不坏神功 更让他怀疑人生 因为谢迅的一技七伤拳挥出 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 将一颗参天大树的筋脉全部震碎 失去生机 其料空剑却能以血肉之躯 连续挨他十二技七伤拳还安然无恙 要知道 张无忌在光明顶上使出九阳神功 仅仅挨了灭绝失态七成功力的两掌 就口吐鲜血了 而金毛是王谢迅七伤拳的杀伤力 恐怕比灭绝老名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此可见 空剑神僧的防御力有多恐怖 可惜原著关于他的正面描写太少 否则排名有可能更高些 第二名 张无忌 射雕三部曲中的武功极大成者 他一人拥有九阳神功 乾坤大挪移 武当太极和圣火令武功四大绝学 可谓内外兼优 中西合璧 张无忌是古往近来唯一一个 将乾坤大挪移修到满籍的人物 他初出茅庐 就已经是接近无敌的存在 光明顶上 张无忌以一人之力 打退六大门派所有高手 他用乾坤大挪移心法 一样化葫芦 咬破少林方丈的龙爪手 然后又凭借这一绝技 让华山派掌门人先于通自食恶武 交昆仑派和太重夫妇 与华山派高矮老者狗咬狗 在万安寺徒手界空中飞人 如此辉煌战绩 恐怕连张三丰都叹为观止 然而这些还仅仅是开始 为救一副谢迅 张无忌三闯少林寺金刚符魔圈 让三度神僧刮目相看 他在与周芷若联手闯阵时 又强行从地牢里截走谢迅 一时间让三大神僧手忙脚乱 以天大结局前 张无忌用乾坤大挪移第七层心法 废掉为害武林多年的玄民二老一生武功 至此 二十多岁的张无忌 已经完全碾压同时代所有高手 由于张无忌修炼的乾坤大挪移 可以近百倍近千倍放大人体的潜能 加上自身其高的悟性和年轻优势 后期他实力甚至有望超过张三丰 第一名 张三丰 武当开派祖师张三丰 是射雕三部曲中唯一一个 被金庸老先生誉为既往开来 照耀千古的武学大宗师 张三丰原名张军宝 幼年曾拜少林寺藏金阁管理员绝远为师 习得部分九阳神功 是一个百年不世出的武学奇才 张三丰十二岁时在华山之巅 凭借独臂侠阳过指点的三招两世 打败早已成名的尹克希 表现出极高的武学天赋 三年后又在少林寺 用郭湘所赠铁罗汉里面的武功 比前来少林寺挑战的昆仑三圣和足道纠缠 让对方知难而退 后来自立门户 潜心研究武学 而且建树惊人 别人创立的武功一般都是一两个 而张三丰则是创立了一整套 除了动静结合的纯阳无极弓外 还有刚柔并记的太乙绵掌 轻弓绝技提云纵 有以静制动 四两拨千斤 后发先制的太极拳 和行云流水 绵绵不绝的太极剑 有七十二路柔指剑法 以及无懈可击的武当阵 派绝技真武器截阵 而后继勃发的他在对敌作战时 显得那么干脆利落 往往三招两世便可获胜 百岁兽弹上 张三丰一招制服玄冥二老中的贺炳翁 因素素随张翠山自吻身亡后 面对白眉英王英天正的虎脚蛮缠 张三丰三下五出二 直接将其打成自闭 后来不慎被假空箱偷袭 张三丰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 仍能一招将其秒杀 然而这几次潇洒出手 其实都是张三丰整体实力的冰山一角 如果说张无忌的武功是博彩重长 唯我所用 那么张三丰的修为 早已达到了随心所欲 无不如意的最高武学境界